市長他跟市府同仁好像有報名壘球 有 我大概報名的就是慢速壘球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新北市長侯友宜 雙市長合體 為2025年在台舉辦的市狀運作宣傳 但根據台北市民調 有七成五民眾不知道明年要辦 國際運動散事 不知道 從來沒聽過 不是只重視年輕人 其實狀是在對這個社會貢獻過 所以就是希望多宣傳一下 有聽過 在這時頂的話 你會想要參加嗎 想要參加 不會啊 不只被質疑 宣傳不利 宣傳品也出包 看看文件資料夾 密密麻麻全是比賽項目 唯獨桌球跟網球貼上標籤更正 原來是兩項運動項目 硬反了 用補丁的方式來做一個宣傳品 來做一個發放的時候 那其他縣市或其他的民眾看了 就會是不是如同這個陳情人 這個民眾所感覺的就是 市政府怎麼發這麼 如此這個把關不嚴謹的 然後可能會覺得很掉漆的這樣的文宣品 難道我們的市政府 他沒有辦法嚴格的把關嗎 這批資料夾供應至五千個 每個十塊總共花費五萬元 對此體育局回應 物品有使用急迫性 雖有瑕疵 但不妨按安全及使用需求 才會請廠商以貼紙方式更正 視狀運首次到亞洲舉辦 只要三十歲以上 各國民眾都能報名 預計會吸引上百國家 約四萬人來台 主辦的雙北市府得上井發條 讓得來不易的國際活動 留下好影像 三立新聞黃一級區道平台報道 我可以召集中